- 英超第六輪有兩場球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利物浦對謝菲聯 由於前兩場失分對利物浦而言倍受壓力 所以這場球自在必得 兩隊的實力差距都比較大 謝菲聯在前四輪都輸了 而利物浦在近兩輪當中 儘管對愛華頓的時候人家傷了 但是整體結構 以及在前場方面說 沙拉和文尼的狀態還是很好 至在必得的情況下 我預言這場球可能會入球算是比較多 因為對手是比較弱 而另一場球就說說維拉和斯聯 維拉今年前三輪贏的時候 不單止贏了,還要7比2贏 這個利物浦使贏的感覺 這球是不是黑馬呢 當然球隊的運作又起又伏 但是列斯聯也是一個大開大俠的隊伍 所以我預言 就是維拉對著列斯聯這場球 可能會感覺是入球比較多的一場球 就好看他